我曾经在论坛上看过一篇文章 圆梦 但是现在要说的这个梦并不是我编造出来的 当然也不是看了圆梦而写下的创作文 那是真真切切 发生在我身上的 在梦里 我身在一所学校 那是我曾念过的中学 在很早以前 我就从这里毕业了 因为校内太过安静的缘故 我意识到这是个梦 我也很久都没有回到母校了 在极度沉浸的环境里 不禁毛骨悚然起来 但走在绿色的走廊上 却不知不觉怀念了起来 乱空一会儿后 我看到走廊最底端的洗手间 好怀念啊 我国中时肠胃不好 时常在上课时跑厕所 所以厕所对我来说算是很清静的存在 进了厕所 打开门 里面还是一样很脏 我就像被吸引一样走了进去 并坐在马桶上 我在干嘛 回过神来才注意到这行为有多异常 为什么要在梦中上厕所啊 短暂的自嘲后 恐怖感吸上心头 厕所脏乱且阴暗的环境 周围过于安静的氛围 似乎连针掉在地上 都给听了一清二楚 好可怕 为什么我要进厕所啊 我陷入了恐慌 拼命转头看着四周 生怕有什么东西 会突然传出来 在移动身体时 上映的口袋传来声响 我将手伸进去 摸到一张被揉成一团的纸 将纸团打开后 上面有我的笔迹 写着 啪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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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字本来就很丑 上面写的字 更是缭乱不堪 似乎是在很焦急的情况下 写的 当我正在厘清思绪时 最里面的厕所忽然传出声响 原以为这边除了我以外 没有任何人在 那声音断断续续的 我也竖起了都去听 啪哩啪哩的声音 那不是纸上写的吗 可是完全无法猜到这声音的来源是什么 仔细听的话 感觉不是什么轻快的声音 有种厚重感 明明很想立刻逃出去 但是 该死的好奇心 却驱使着身体 我慢慢地爬上墙壁 往隔壁的厕所看去 我小心翼翼地爬着 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 隔壁间的厕所究竟有什么 我 看到了 有个女孩子 留着黑色的头发 刘海平起 就是大家印象中 厕所花子的样貌 因为被头发遮住 所以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但是可以看到她的头 上上下下的 随着头部上下起伏 那个啪哩啪哩的声音又来了 我鼓起巨大的勇气 尽量把身体往前倾 想要好好看清楚 那个少女 手里捧着 人头 她在吃人头 把头盖骨咬得发出 啪哩啪哩的声音 我大声尖叫 带不下去了 一定会被杀掉 我把门踢开 冲出厕所 临走时 我往回头看了一眼隔壁间的厕所门 那间厕所的门 慢慢打开了 完蛋了 完蛋了 我死命地奔跑 目标是离厕所最近的楼梯 现在在三楼 跑下楼梯 马上就可以到一楼了 到一楼后 却看到了诡异的景象 在鞋箱前 站着一个只有一只脚的少年 穿着和服的少女 还有一些 看起来像是妖怪的家伙 可是她们对我没有敌意 也没有袭击我的意思 短暂的安心后 想着必须立刻跑出销舍 第一扇门 锁住了 第二跟第三扇也是 第四扇门 虽然也上锁了 但是可以从里面打开 我马上解开锁 冲了出去 太好了 得救了 太好了 得救了 我发觉自己说的话很奇怪 为什么出去就得救了 在这时 我终于想起来 我 做过这个梦 没错 我之前也做过这个梦 那张上面写着 啪雷 啪雷的纸 这是我之前写的 从销舍出去后 有个铁门 之前的梦 是在要冲出铁门时醒来的 我知道终点近了 所以才会说 得救了 就算被那个黑发女生追 只要我快速跑出去 她就追不到我了 我这么想着 并往铁门的方向一看 该死 那扇铁门 平常应该都是开着的 现在 却紧闭着 而且 还加上了锁 骗人 开什么玩笑啊 骗人的吧 束手无策了 我抬头 我抬头看着天空 然后 厕所的窗户里 探出了一颗头 并往我的方向看 是那个黑发女生 铁皮疙瘩 疙瘩 疙瘩 拳起来了 感觉全身的毛孔都张开 背脊开始发凉 体位开始下降 要快点逃 要快点逃 我拼死命的跑 能离她越远越好 突然 我想起来了 有扇门 是用来给运送 营养午餐的车子 通过的门 那扇门还蛮低的 应该可以爬过去 我改往那个方向跑去 虽然没有回头确认 但我清楚地感受到 黑发女就在我的身后 而且 她的速度比我还快 就可被追上了 已经没有余力 去想其他事了 只能不停地跑 看到门后 用尽全力爬上去 再跳到校外 这次 真的没事了吧 不知为何 忽然有种安心感 为了确认自己 跟黑发女的距离 我的视线 从外头 慢慢转回学校 回头的瞬间 我又打了冷战 我跟她的距离非常近 她就像抓住我头一样 伸出双手 哎呦 我这次就可以杀了你 我醒了过来 身上都是汗 还有点晕血 切伤后的我 为了不要忘记那个梦 打算记下来 可是我不常记笔记 找不到本子可以写 好不容易 在书架上找到旧笔记本 打开的瞬间 我愣住了 笔记本上最后一页 写着这些 我因为太过恐惧 动弹不得 第一次做这个梦时 几乎没有记忆 很轻松地逃掉了 第二次 就是我刚刚讲的经验 如果第三次的话 我没有可以逃掉的自信 如果之后大家看到什么 有人在睡梦中死掉的新闻的话 那 说不定就是我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德AD 故事已经结束了 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这则都市传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下下方的喜欢 每周爱德都会分享两支都市传说的影片 请订阅我并开启铃铛 随时接收最新资讯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